好,接下來Java的開發環境 開發環境呢 這裡當然呢 原則上考試的時候是用記事本 可是我們在練習的時候需要一些輔助 那這些輔助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所謂的IDE的開發環境 那IDE的開發環境呢 跟陽春型的記事本有什麼差別 其實如果你們用過那個Visual Studio VB的開發環境大概就知道 那個就是所謂的IDE的開發環境 它的一些這個特性就是說呢 可以除了可以編輯編譯之外 也可以執行除錯 那另外就是說呢 除了除錯的公共人裡面呢 它有很多的輔助可以用到 比如說行號我們可以秀出來 另外呢就是說呢 我可以把顏色也可以變成不一樣 並且可以足行 然後可以甚至可以設一些中斷點 在足行去做除錯的動作 那目前一般使用最頻繁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這個 程式部分有哪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這底下 有提到幾個這個開發環境 比如說像 深陽的網站裡面呢 有個Studio Standard的一個開發環境 那這部分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不過目前我記得是沒有中文版 另外還有一個 Netbeams IDE 那這個也是開放的一個 這個開放原始碼的一個計畫 的一個開發環境 那這個也蠻多人在用的 那這個也蠻多人在用的 另外還有像 Bowland 它有個Jbuilder 那以前蠻多人用 不過因為 Bowland最近這幾年 感覺聲勢下滑太多了 所以現在用Java的Jbuilder 這個Jbuilder的人 越來越少了 那其他還有像那個 GEL這個環境 GEL這個環境 它也是一個免費的開發環境 另外呢 蠻多人用的 還有一個叫J Creator 這個我建議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那J Creator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非常的簡單 但是它功能有點陽春就是的 至少比記事本好多了 那除了講這幾個版本之外呢 我比較建議你們可以用另外一個環境 這個環境呢 就是我剛剛有讓你們下載的那個環境 那個環境呢 你們可以上網去抓 有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呢 我應該是放在我們的這個分享區裡面 這裡面 連結這邊就有了 叫做什麼呢 Eclipse 開發有沒有 你就點這個地方 Eclipse.org 點進來之後呢 那實際上 我給各位的那個版本呢 也是從這邊下載 只是說 我給各位那個版本呢 已經把它中文化 並且已經update了 已經到最新的版本 那一切設定都已經設定好了 那如果說呢 你們在還沒有取得這個環境之前 你可以在這邊 Eclipse裡面下載 downloads這個地方點下去 那目前它提供的這些開發環境非常的多 而且我蠻建議你們可以用Eclipse 因為最早這個Eclipse 是IBM 它所 這個 主要是隸屬於IBM 那之後是從IBM 跳脫出來 變成一個 獨立的一個 有點類似 基金會的一個 一個 運作模式 它主要是非營利的 主要是非營利 主要是非營利 那這裡面呢 我們是用這個Eclipse ID for Java Developers 這個地方 那另外呢 其實它除了說 提供那個 Java的開發環境之外 它也提供什麼呢 Java的EE 這個開發手機的環境 還有就是說呢 如果說要撰寫PHP這邊也有 C C++也有 好 等等的 其實你會發現它提供 很多的開發環境 我是都還蠻建議你們可以試試看 另外呢 像之前我們在 Debug JavaScript上面 其實很麻煩 必須也是類似像最早期 用記事本 或者是說用 Nordpad++ 可是這裡的話呢 它也提供什麼呢 JavaScript的WebDeveloper 蠻建議你們可以下載 下來試試看的 那 這邊提到就是說呢 ID的環境 我們後面用的就是Eclipse這個版本 那除了說Eclipse之外 我們還需要下載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 JDK 1.6 那你們等一下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就進行安裝 安裝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JDK的開發環境 才可以開始撰寫程式 好 那安裝完畢之後呢 我們還需要去做一些設定 這個設定呢 就是所謂的環境變數 這個所謂環境變數啊 是在DOS環境裡面需要做的 那環境變數裡面有個Path 我必須能夠搜尋的時候 能夠搜尋到這個路徑 那這個路徑呢 也就是說呢 將來喔 我在DOS環境下 就不需要輸入一串路徑 才能夠去做Java的執行 或者Java compile的動作 那其實環境變數主要的用意 只是節省你去key in的時間 而且呢 這個環境變數呢 只適用在DOS環境裡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用的是 Windows的 比如說Eclipse的開發環境下的話 這個環境變數基本上是不需要設定的 不需要設定 那設定的方式我等一下再來講好了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 我應該下載下來 應該已經下載完畢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一起把這個 這幾個把它安裝起來 第一個這個下載之後的話 我們把這個環境 點兩下之後的話 進行安裝 這邊按 這個應該都差不多 安裝完畢之後呢 那我們就會有具備有這個 JDK的開發的環境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們要把Eclipse 把它解壓縮出來 這同步我們也在 再把這個環境 把它這個 按右鍵 把它解壓縮至此好了 好 接下來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先把環境 先建置起來好了